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瓜欢迎收看冰火传说 上次呢我们集齐了这个龙的套装啊 有了龙的头盔胸甲还有裤子 那这一期呢我们应该给自己建造一个家啊 不过我们这次建家呢不能盖一个房子 因为会有龙来破坏 我们最好呢还是住在地下 建造一个地下的庇护所啊 我们在这边看一下地形 看一下建造在哪比较合适一点 尽可能我们离村庄近一点啊 因为我们后期需要用到很多村民 我们找一个地方 哎这里哎其实这就是一个家呀 修的门但是我害怕啊 害怕里边再刷一个蛇女 我决定了修的门我们就把家建在这边 这边离村庄也不太远啊 我们直接挖一个洞 然后呢住在地下 玩了很久我的世界啊 第一次住在地下 第一次当山底洞人 但是在这个系列里边 我们住在地下还是特别安全的啊 好的我们在这边开辟一个小房间啊 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有个地道 下去呢是一个小房间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虽然说现在比较简陋 但是能为我们遮风挡雨就够了 现在呢咱们回家 把箱子里边的物资给它搬过来 搬家也是一个麻烦事啊 修的们 物资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这个探索背包的格子比较少啊 哎 话说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升级的吧 来看一下黄金背包 只需要用到四个金钉 这个也比较便宜啊 那我们来升级一个黄金背包吧 应该这个储物会多一些 来看一下 哎 怎么感觉这个储物空间好像都一样呀 哎 那它有什么用呀 浪费我四个金子 一点变化都没有 这有点烦 哦 它加了二点的护甲值 但是背包的容量没有变大 那也可以啊 来做一个吧 可以加二点护甲值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搬家了啊 那搬家的过程就给大家跳过了 嗯 好的 家已经搬过来了啊 放了很多的箱子 而且呢 南瓜把这些物品做了一个分类 以后我们找东西什么的就更加方便了 啊 我们现在这个家算是比较小 但是特别的温馨啊 所以说南瓜要给它装修一下 这边有很多小黄花啊 随便采集朵 我们来给这家装修一下 我们来把这个黄花插在这个入口的上方 哎 怎么样修的呗 好不好看 哎 这怎么感觉怪怪的呀 哎 不管了 这边呢 我们再来放几个熔炉 哎 把熔炉放在这边 哎 我们这个家什么功能都有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出门去探索啊 哦 对了 出发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入口的方块换成楼梯 这样的话我们上下更加的方便 哎 你看 速度也更快啊 是不是 哎 很好 那好 学生们 那下边我们就继续出门探索 这边有很多花丛啊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花丛带回家装修一下 也是很不错的 这什么 哎 这 这是美人鱼吗 修的吧 哎 你看 他们在唱歌 这东西是敌是友呀 不太清楚啊 我们走 哎 哎 哎 这是什么情况 哎 他勾引我 修的吧 完了完了完了 他 他是 哇 他不是美人鱼修的吧 他长得特别的害怕 不过好在他的攻击伤害并不高啊 哇 长得特别恐怖 兄弟们 你看他的眼睛是红色的 这还配叫美人鱼吗 他应该是凭借着这个外表把我勾引过来 然后想把我吃掉 哎 没想到吧 我的装备特别的强 如果我们现在是一个铁套装 我觉得我们可能打不过他 但是我们现在有了龙龄套装 哎 和他还是有一战之地的 来 过来 来呀 哇 好害怕 兄弟们 像女鬼一样 给他一刀 解决 哎 掉了一些掉了物啊 来看一下 闪光鳞片应该也是可以做装备的 哦 可以做一个头盔 提供水下呼吸能力 那这也太好了吧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海蟒鳞片 这些东西我们后期都要收集啊 只要我们去探索很多好装备 还有好武器 都在等着我们 这边发现了丛林群星啊 天上还有很多东西在飞 这是鸟还是龙呀 我不确定他对我们有没有攻击性啊 我们只能靠近点 如果他不攻击我 我们后期应该是有 有机会能把他驯服的 靠近一点 哎 他们好像不打我啊 我在他们下边 他们不攻击我 哇 这什么情况要求的吗 这个世界 为什么这个群系生成的这么奇怪呀 天空上就有一座小岛 这是我的地形生成错误了呢 还是这个橙荷包自带的东西啊 不管了 他们对我没有攻击性啊 那我们就继续探索 最好我们还能找到这个龙的巢穴啊 我们尽可能再多干掉几条龙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龙弹 如果找到龙弹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孵化一下 这边又发现了一个坟地啊 来看一下里边有什么好东西 打开这个箱子 我们还是老规矩啊 手速快点 把东西都带上 然后呢 哎 我们把这个幽灵给它解决掉 哎 小小幽灵 来 来呀 来 来 好的 解决 这一次好像有一把武器啊 来看一下 先吃点东西 回下写 再来一个面包 OK 看一下 有一把剑 铜剑 4的攻击伤害 这是破烂啊 没有什么用 那算了吧 我们继续找啊 必须要找到龙的巢穴 我们还要去挑战龙 我现在想孵化龙呀 想驯龙 想养龙 好 好 感谢观看